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经文是相反的 你看起身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其实不用解释,一看你就明白了 但当你实际上用起身的时候 实际操作上,其实是很繁复的 一点都不容易用 一旦用错了,你发现有很多陷阱 今天我们遇到一段这样的经文 其实表面上看起身很简单 但当你实际上用起身的时候 他有一些很不简单的地方 我先解释了那些不简单的地方 陷阱在哪里 然后我再提供一个解释 跟你说,如何用这段经文更好 就是把它分开用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为什么它这么简单 但用起身又这么难 这段经文记住在《马里方七章十五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要防备假先知 他门到你们子女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浪 这里主耶稣教导他们的门徒 假先知来到了 当然他是在罵当时的宗教领袖 法利赛人 他说要防备假先知 他下面所说的就是 一个方式 如何防备 如何分辨假先知 或是真先知 他说七章十六节 他说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 岂能在侄离女摘无花果树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个就是那个难的地方 就是主耶稣说 圣经经常把我们形容成一棵树 就是你从这棵树的果子 来看得到的地方 就认出你里面是一棵树 一看结出一个菠萝 这棵树 橙树 柠檬树 他说真假先知 都是凭着他们的果子 可以认出他们来 下面他再说 因为凡好树 就结好果子 这个很简单 坏树结坏果子 他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这段圣经看不难 你应该都明白 就是看他结出来的果子 这段圣经用起身 在哪里难呢 难就难在 当你具体问 什么果子 你要看什么外表 我平时预备讲到 通常我会看三到五篇 其他不同的目准 讲同样的 我会参考 但今次预备这篇讲到 有些例外 我看了超过十篇不同的讲读 有关这次经文的 因为我越看越觉得 不太对路 因为十篇 全部都是把这个果子 解释成什么果子 属灵的品格 你要看一个 才知道如何分辨真假 看它属灵的品格 来分辨它的真假 如果你把这个果子 翻译成 或者解释成 属灵的品格 接下来 当你用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麻烦是什么呢? 陷阵第一是时间 大家知道 你信主之后 你属灵的果子 所谓属灵的品格 的培育 是需要时间的 有没有人信主 今天信主两天之后 就结了果子出来 很厉害 你看我多厉害 立刻结了阿葡萄 没有的 没有那么快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 神学的论文 才特别写属灵的果子 属灵的果子 有两大特点 一个就是需要时间 第二个就是 它是季节 在你人生不同的季节 它会结不同的果子 不是一年世季 都有这个果子出来 所以你需要时间 而且这个时间 不是很短的时间 我在木会的时间当中 包括我自己的生命成长 我看过去 我发觉 属灵生命的成长 是以年为单位的时间 所以属灵品格的培育 它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 但是教会对于真假先知的辨别 是要立刻的 你有没有十年时间 你观察一个人 又说假先知 原来是假的 你没有什么时间 如果这个牧师是来讲义端的 你立刻赶他出教会 所以你有没有三年的时间观察一下 这个是不是很有爱心 因为他没有很爱心 然后你才做出一个定论 你看他这么没有爱心 一定是假的 就是你没有什么时间 你需要很快知道 到底这间教会 带领这间教会的牧师 它是真还是假的 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假的 麻烦你立刻赶他出教会 所以这个是快狠进的 你处理假先知 所以你没有什么时间 你没有三五年的时间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段圣经 如果你将它解释成 我要凭什么知道的假先知 熟灵品格 听的箱好听 但是用起来 你发现没有办法用 因为没有教会 会给五到十年一个去观察 第一个 那么陷阱 number two 就是 即使是真先知 你发现每一个熟灵品格 是参差不整的 我们教会 所以苗比特斯来公仁神学院很近 近水楼台才得月 我就经常去公仁神学院 借别人来用 跟那些教授 搞好一些关系 有没有好的神学生 介绍一两个 我免费服侍一下 我就很信得 公仁神学院的教授 我相信他们的教授 每一个都是真先知 都是真的 没有人会说异端 所以公仁神学院栽培出来的神学生 我也信得过 他们一来 就可以逼他们去教圣经 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搞异端的 就不会 这方面我很放心 但是即使我信得过他们的教授 全部都是真先知 都是真的教授 不会搞异端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教授之间的熟灵品格 的成熟度一定是如何 高低不等 参差不齐 是吧 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教授 刚是神学院教授的爱心 差很远 有些教授是真的 你半夜三点找他 他都会听你的电话 你问什么他都会关心你 有些教授不是的 有些教授是很宽容大量的 如果你写论文 跟他的立场不一样 只要你写得好 依然是A+. 有些教授是不行的 有些教授就 如果你敢写论文 跟他的立场稍有偏差 你就等着被人罵 拿D 你遇到这样的教授 我就很懂得做 你知道我从来不找自己的分数 开玩笑 教授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但是有些同学不是的 喜欢跟教授的 我就是坚持我的立场 你等着被罵 结果真的拿了D 目者也是 有些牧师很有爱心 我有同学做神学院同学 他说回到半夜三点打来说 他冰箱坏了 他真的跑去回家帮他收冰箱 有些牧师很有爱心 有些牧师很有缺点 我五点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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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之后 没有事不要来找我 有事更加不要来找我 很有缺点 所以即使全部都是真的目者 真的神学院教授 但你发觉什么 属灵品格是参差不齐 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那你凭什么去认出 你的standard定在哪里 你如何认出它是真的先知 假先知 而且你要明白 假先知可能也很有爱心 大家有没有认识过耶和华的见证人 有没有认识过魔闻教 有时候很有爱心 有时候你会认错 如果你凭这个外表的果子 你会认错 第三个陷阱是什么 即使是真的先知 也有什么 很不完美的一面 是吧 摩西也是真先知 这个旧夜最伟大的先知 他自称为 他是柔和谦卑 聖过世上众人 这个摩西五经记载 摩西五经是谁写的 他写的 他自己写的 柔和谦卑聖过世上众人 但因为他即使如此谦卑 即使都被以色列人激怒 当众在神面前发皮起 也被神摘磨 所以他有他自己弦弱的一面 伊利亚也是很厉害的先知 也有陷入严重的瘤症 也想放弃也想自杀 到了新约也是 彼得也会三次不认主 如果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被你捉到 你会凭这个果子知道你是假的 你就错过新约时代最伟大的一位牧者 多玛也有很疑惑的时候 没有信心的时候 刚巧那时候被你捉到 他又不配合嘉仙芝 你就少了一个教育历史上很重要的宣教士 教育历史说是多玛全芯去到印度 所以凭这三个陷阱 你会发觉很难把定义放在属灵的品格 去辨别真假才知 我最少想提出一个解释 你要分别真假和分别一个人的成熟度 最好把它分开 分别真假用一个不同的category 如果你要分别都是真的 但是有成熟 有很成熟的牧者 有很成熟的基督徒 有很成熟的先知 亦都是没有那么成熟的先知 这个就不是真假 这是成熟和不成熟之间的分别 即是都是基督徒 你会发觉有时候 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结了很多果子 有些你都是真基督徒 但你又没有什么果子 都是那棵树 只不过分别不是真假 你都是真的橙树 只不过是一棵生得没有那么好的橙树 明白吗? 有些是生得比较好的橙树 分别 分开之后就简单些 分开之后 我先和你处理第一个 先搞定真假 然后我们就讲讲成熟度的问题 真假 如何辨别真假 主耶稣当时面对的假先知 他在骂的是什么人 他当时骂的是犹太教一些宗教领袖 包括当时的民事 法尼塞人 沙都歌仁 文事是当时的圣经学者 负责翻译圣经 教圣经的人 就是学者 那些法尼塞人 就是一帮很敬虔主义的人 就是他们很守律法 他们觉得可以靠守着律法 就得救的 然后很严谨去对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法尼塞人 沙都歌仁就是当时的权贵 很有钱 很有权势的人 所以这三波人 就代表了当时宗教领袖界的三批人 学者 敬虔主义的人 以及权贵 这三批人最有权势 朱耶稣所面对的假先知 就是指这三批人 看看朱耶稣在《玛德芳》十二章 如何说 在这里他说的 都是用同一个比喻 他这里说 你们知道树好果子也好 又知道树坏果子也好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他这段经文是在骂法尼塞人 具体地说 他说 摄蛇的猎种 你们何时恶人 怎能说出好说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 口里就说出来 所以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果子 是哪种果子呢 他是说他们所说的话 你凭他说的话 就知道他是真假了 到底法尼塞人说了什么 主耶稣这么生气 要这么骂他们呢 《玛德芳》十二章 其实是说 主耶稣和法尼塞人之间的关系 那些紧张的关系 那些冲突 是达到了巅峰 所以《玛德芳》十二章一开始 是说主的门徒 经过墨田摘了一些东西来吃 法尼塞人看不过眼 今天安息日我摘了一些东西 谁说不行的 安息日的主在 然后主耶稣安息日 开始医治一个病人 他们又看不惯 又来骂主耶稣 安息日为何可以医治人 然后主耶稣赶鬼 他们又看不过眼 又来诬蔑主耶稣 他是教鬼王赶鬼 自从那件事之后 主耶稣和他们之间的冲突 就到了巅峰 经文说得很清楚 他从之后 法尼塞人就开始想 一定要除掉这一个人 我们一定要灭掉他 然后想办法 如何整死他 之后主耶稣才开始说这句话 就是说 每一次你看到法尼塞人 出来说的是什么话 就是那些很判断的话 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懂得欣赏 想接受主耶稣的恩典 他们从头到尾都觉得 我靠着律法可以得救 我站在道德的高位 所以我对你们一开口就是指责 就是一个批评 就是指指点点 所以法尼塞人 没有什么好话出来的 一开口就骂人 指控 你们是不行的 他说凭这些你就知道 他们是什么 假先知 主耶稣是 我们看到保罗 保罗所面对的假先知 是什么人 有时你看保罗书信 他经常骂一些假先知 那批人 圣经学家称他们为Judaiiser 就是每一次保罗建立一间教会 总有一批人到他建立的教会 跟他们说 你们信基督也不错的 不过 就不可以只信耶稣基督 以为可以得救 你要回去守国礼 你要回去守摩西的律法 旧约摩西的律法 这帮人称之为Judaiiser 保罗经常骂这帮人 看看保罗如何说 加拉太书一章八节 他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即无论是人 或是天上来的天使 若全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 与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罪咒 我已经说了 现在有说 重要的事情 再说一次 如果有人全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罪咒 所以有人只要传福音 无论他来的时候 他爱心有多大 只要他传福音 和你领受的 从使徒领受的 主耶稣 道成欲生来到世上 钉十架为了我们的罪 背我们的罪 然后死女复活 我们恩信清 和这个福音不同 他就是假的 就应当被罪咒 就不只是看这个 他很有爱心 一定是真的 不关爱心的事 无论他有多有爱心 只要他进来 他传福音 和保罗和使徒传的不同 那就应当被罪咒 我们看看二章五节 保罗怎么说 他遇到这些假的弟兄 他就说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荣耀信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所以保罗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快很准的 一旦如有这样的假的 就立刻处理 你没有这样的时间 让你三五年去观察一下 没有的 如果你全的福音和我一样 麻烦你下星期 不要再回来我教会 也就是说见证人 Thank you No thanks 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固的 所以教会对于假先知 态度是非常快忍尽的 但对于真的弟兄姊妹 是真的 但只不过你没有那么成熟 我们就是宽容的 欢迎和我们一起聚会 一起成长 你可以很长时间都不成熟 都可以 我们都不成熟 一起成长 但假的就麻烦你立刻走 所以有很大的分别 对于假的就很狠的 处理 那么约翰呢 我们看看约翰叉猫一下 他如何处理 使徒约翰面对的假先知 是哪些人呢 就是那些不认主耶稣 是神造成肉身的人 约翰怎么说呢 约翰一书四章一节 他是亲爱的 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查验那些灵是否出于上帝 不是个个跟你全方都信 因为很多假先知 已经来到世上 由来处理假先知的问题 四章二节 凡宣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独身以来的灵 就是出于上帝 他认主耶稣是神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这个就是出于上帝 他说由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 他就借着上帝的灵 说话 他就说二端 分别一下 总结一下他的原则 通常你如何分别真假 二端他说这些就是假的 通常他是拥有圣经以外的权威 除了圣经之后 我们还相信摩门经 你就知道他是二端 第二个就是贬低耶稣基督的地位 他们不认他是道成肉身来的神 第三个 通常他们不相信恩信清义 他们相信除了信主耶稣基督之外 你还要加上其他的品行才可以信主 这个就是二端 第四个 他们通常不接受正统基督教的信经 在第一世纪 前面三世纪 很少人读书 当时受教的程度不止今天 大部分人都读过书 当时没什么人读书 你如何教一批不识字的人 让他们不会被人欺骗呢 当时教会的做法就是 将很重要的教义 将它变成一个很短的浓缩成 你可以背得起身的信经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亚他拿收的信经 这三个就是比较在教会历史上 公认的三大信经 幻教会比较用得多的是使徒信经 所以当时的人就拿着使徒信经 拿几条 任何人来到你教会全方 你认不认这几条 三为一体 如果他不认的 他就说 麻烦你走了 相信的 你留下 很简单 所以这四点可以帮你分别 他们是否二端 邪教加多两点 二端不一定是邪教 有些是二端 他未必是邪教 有些是二端加邪教 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在我用我的同学 如何形容魔门教来做一个分别 以前我的同学 他的口号很差 他就是这样形容魔门教 他说 其实魔门教也不错的 除了不得救之外 其他都可以的 什么是二端呢 二端就是除了不得救之外 其他都可以的 这个是二端 什么是邪教呢 邪教就是除了不得救之外 其他都不可以的 这个是邪教 邪教真的会谋材害命的 这些是邪教 邪教通常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他们会把领导者神格化 捧为敬拜的对象 所以他有很大的 authority 拥有无常的 power 所以他就会abuse 这个 authority 第二个 喜欢用末日来吓信徒 最新的那个是在非洲的 Kenya Pastor McKenzie 这个Pastor现在被人捉了 六月份刚刚被人捉了 他就在疫情之前 开始创立了一回教会 就开始不停说 末日要来 世界末日到了 这个神一定要给大家降大瘟疫 刚刚说完这个Pandemic就来了 大家就觉得 这个神人 很多人涌入去跟他 他就说 既然我刚刚说 末日来了 大家不要上学 不要上班 买了个屋 快些钱捐给我 我们去买个地方一起住 最后六月份的时候 挖出了三百多条尸体 害死了三百多人 以前美国也有 尊重数出名 一千多人跟着他去自杀 这个就是邪教 这个不单是不得救 他还叫邪教 有些他不害人 他只不得救 这个叫二段 分得清楚 什么叫邪教 什么叫二段 好的 那我将时间回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信徒 大家都信主 你都是基督徒 我都是基督徒 分别都很大 有些人很结很多果子 这个就真的说 熟灵品格 熟灵品格的建立 你是否真的信主之后 你生命又改变 结出很多果子 有些很多果子 有些没有什么果子 分别在哪里 如果你要选择结果子的生命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常常住在主耶稣里面 经文是这样说的 《药行福音》 他说十五章四节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他说 知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说得很清楚 结果子不是凭你的意志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就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尚在我里面 我也尚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主耶稣跟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他说的是 当圣经形容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是形容着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我总有你 你总有我 但是他不是说一种身体上很近距离的关系 虽然主耶稣当时就是动在门徒的面前 他们可以真的摸到主耶稣 真的听到他说的 他是physically present 虽然那时是这样 但是主耶稣说的这种亲密关系 不是指身体的距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 因为十四章 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 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如果他说的是 如果我还在世的时候 跟你有一个很近的距离 就不应该等这个时候才说 对吧 大哥你三年前跟我说 至少等我三年时间跟你说 走得近一点 你说完这句话都走 你才跟我说 你要常在我里面 我又常在你里面 你说完这句话 你就离开我走 你早点说 而且第二个 大家知道 门徒跟了主耶稣三年 physically跟了主耶稣三年 主耶稣躺在哪里 他躺在哪里 主耶稣去哪里 他们去哪里 就这样跟着 形影不离 这样跟着他三年 但你发觉 三年之后 门徒有没有结出很多果子呢 是没有的 是没有 大家知道 身体的距离 不代表心的距离 是吧 前一陣子听 容祖儿和张浩有合唱那首 《借摩琴纳摩缘》 很经典的一个版本 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 你有没有听过版本 很感人 唱得真的是经典 那句歌词就是 《我留住你在身边》 《心仍然很远》 这句歌词就是 完美地描述了 门徒和主耶稣当年三年的关系 就是 主耶稣说 我留住你在我身边三年 心仍然很远 他和主耶稣的心 从来没有想在一起 门徒在想的是什么呢 门徒从头到尾想的就是 推翻罗马帝国 推翻罗马帝国 何时革命成功 何时革命成功 何时我做大哥 何时我做大哥 何时才有翻身那一天 和主耶稣想的计划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主耶稣说的果子是什么 你知道主耶稣说的果子是什么吗 我们看看下面 十二节 他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在我爱你们 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 门徒跟着主耶稣三年 有没有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 是没有的 主耶稣临上十家 他们还在吵架 欠缺人 谁是大哥 谁是第二 他们在欠缺位 所以彼此争拗就有彼此相爱 不真的 所以跟着主耶稣三年 没有果子 所以主耶稣说的理常在我里面 我常在你里面 说的一定不是什么 不是身体的距离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如果两千多年前出生就好了 生一个好的时代 刚刚可以跟着主耶稣 我一定有很多果子 是吗 不关系的 那个年代 你跟着主耶稣 都没有什么果子 是什么时候有果子呢 是主耶稣走了之后 猜派圣灵来 圣灵入住之后 他们透过圣灵和主耶稣 常在主耶稣里面 主耶稣常在他们里面 是一种熟灵的亲密度 是灵里面的亲密度 是说你灵里面 是灵里面的亲密度 不是身体的 你见到他走得很近 身体的走得很近 是没有用的 你的心仍然很远 主耶稣说没有用的 我要的是你的心 跟我走得很近 是透过圣灵 所以今天我和你领受了圣灵 如果你和你 是可以靠着圣灵的话 我和你依然可以 结出一些很厉害的果子 一些都不少 是什么 当时的十二个使徒 是可以的 这段圣经是给我们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是愿意活在主耶稣里面的话 他就说 如果你遵行我的命令 就是我的朋友 他就像朋友那样亲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他的servant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和主耶稣可以亲密到什么 朋友 主耶稣说的 他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 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是仆人不知道 主人要做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可以知道的 他说因为我称你们为朋友 我从父听见一切 我没有不告诉你 朋友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什么 没有秘密 我什么都分享给你 你应该知道我的心 是什么 你知道主耶稣的心 是什么 他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越接近 你就越和他是朋友 你就越能够活出 彼此相爱的心 你就知道 原来主耶稣最喜欢的是什么 最喜欢你 你懂得爱 你懂得爱神 你懂得爱身边的人 主耶稣说 我希望你学会这一件事 当你越懂得爱的时候 你就越明白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心 你就跟他亲密 好像朋友一样 第三个靠什么 第二个 小组 这是今年我们的直入式广告 今年我们的主题 大家一定要参加小组 一定要参加小组 小组是一个 帮你检验出 你有没有果子的 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你听我说一句 很重要的 所有的基督徒 在没有人惹你的时候 没有人惹你的时候 没有人惹你死亡的时候 每一个基督徒 都觉得自己结满了果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没有人惹你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很有爱心 我很有耐性 我很懂得彼此相爱 直到什么呢? 直到你和一些人走得够近 够远够不到你死亡 你站在那里 我够不到 你要够近身 你才知道 原来你这么奇怪 原来你这么烦 那时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有果子 所以果子 不是你来人很远的时候 你自我感觉良好 我多少果子 你入到小组 参加小组够久了 你就很快就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 在现实当中 结出一些被子相爱的果子 门徒会知道 大家住在一起三年 吵了三年 他们大概知道 他们没有什么果子 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开始有了 知道可以一起祈祷 一起做事 之前不行 门份小组很重要 我喜欢大门份小组 梁牧师设计的门份小组 是一个长期的门份 我喜欢长期的门份 因为八个星期 没有果子结出来 八年差不多 你跟同一群人在一起八年 你会看到少少的东西 因为结果只是以年为单位 如果还未参加 就去参加 第三个 依靠圣灵 很重要 在加拉太书五章五节 至于我们 我们是什么 靠着圣灵 憑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因为基督律 受国礼 不受国礼 没有功效 这些形式的东西 没有什么重要 还要是唯独使人 发出人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要靠着圣灵 门徒是圣灵降临 之后开始结出果子 我们也是 如果没有圣灵的入住 没有圣灵的感动 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果子出来的 福音派的好处是在于 圣经的功底 根基比较厉 对主耶稣的教导 是很结实的 这是福音派很厉害的地方 但福音派缺少的是圣灵的力量 灵音派很喜欢圣灵的力量 但灵音派圣经的根底不够 容易出事 所以各有长短 作为福音派 我们就维持圣经的根基 我们对主耶稣那种很厉害的认识 但除此之外 我们也不怕 我们很少说圣灵 我们很少说 因为圣灵是三位体第三个位格 它是重要的 它是重要的 结不结出果子 其实是靠它 我们有时候 不是太敢和圣灵 开放给圣灵 影响我们 一说到圣灵 有两个方面大家可以注意 圣灵的力量 它有两部分的力量 一部分是 你生命结出果子 说的是属灵生命的成长 属灵的品格 即是你原来没有什么爱心 就变得有爱 这些就是属灵品格的建立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真是说的是力量 就是说你有力量 做成神要你做的事 神会给你恩赐 那些恩赐是带着力量的 是真的有能力做得成这件事 如果你要经历圣灵 有两件事你不可以做 圣经 第一个叫做什么 让圣灵担忧 英文叫做 grieve the Holy Spirit 有没有人经常 grieve the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 圣灵在你里面 它开始想做一些 让你结果子的工作 但是当你阻挡这种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断让你自己 活在一个很简单的生命 你明明圣灵感动 你过一些很健康 充满爱的生活方式 你又不是 喜欢我一些自私自利 那些 这个就会让圣灵 很担忧 让圣灵很grieve the Holy Spirit 这方面就是 你拒绝成长 你拒绝圣灵 在你生命上做一些 让你结出爱心果子的工作 这个叫做 grieve the Holy Spirit 另一种叫做 另一种叫做 quench the Holy Spirit 英文叫做 叫做 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个叫做 有时圣灵会感动你 经历它的大能 圣灵说 我有些很厉害的东西 我想你参与 但有时你说 我不想经历这些大能 那你就不参与 那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你经历不了圣灵的power 有时我们有很多的concern 所以今天很少人 经历到很厉害的神迹歧视 一些power 因为有时我们真的会 quench the Holy Spirit 所以这两件事 是我们值得在未来的日子 成长去思考一下 这个Pledge 其实是一个机会 让你经历一下圣灵的大能 回到家 好好跪下祈祷一下 如果圣灵真的有给你的感动 藉着一个Pledge 经历一下圣灵的大能 是powerful的一面 不要quench the Holy Spirit 不要压了他下去 就随着他的感动 让他感动你的数目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和别人比较 你只需要很诚实地来到圣灵面前 如果你想我经历一些大能的事 是否这件事我有份参与 你就让我这个感动 我就照着这个感动就可以了 凭圣灵而行 有时是帮你结果子 有时圣灵会让你经历神在教师行大能 让你经历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这个就是圣灵powerful的地方 两个不同的方面 两个都重要 有时我们只看一面 生命成长重要 power doesn't matter 靈音牌就相反了 power很厉害 生命成长不太好 两个最好是平衡一起上 你经历到生命的成长 亦经历到圣灵的很powerful的工作 那样子很感兴趣 所以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最后有一个直入式的广告 作为结束 9月23日星期六 我们有一个retreat 这个是特别给我们 single和couple的两个圣灵 所以我们要先给他们报名 其实在这个圣灵里面 我们已经有几次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靠圣灵而行 我们很少提醒圣灵 也不太明白如何靠圣灵 我们想讲讲这个题目 特别请了蜡约汉牧师 作为我们大会的主题 但是好消息就是 我们要先给他们报名 这个暂时未开放给大家 但是到了7月份 如果还有名额 我们也开放给大家报名 所以如果你说 对于这个也有兴趣 我们是一天的retreat 我们在Loscados Hill 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唯一一个retreat营地 可以吃到中餐的 老板是台湾人 如果你有兴趣 就麻烦你 私下可以发电邮给我 那我还有位置的时候 我会发电邮给你 那你就可以一起来报名 我希望藉着这个retreat 大家开始跨出第一步 认识多一些圣灵 他如何帮你 经历神的大能 经历你生命改变的大能 好吗? 我们一起祈祷 主要在天上阿父 我们来到面前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圣灵的缘故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人 在肉身看到主耶稣基督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心灵和祂是相通的 祂所想的 也是我们所想的 祂想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 也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靠着圣灵和主耶稣 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靠着圣灵 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果子 我们更有爱心 懂得彼此的相爱 靠着圣灵 我们能够经历到 你在教会 在我们人生上 那些福音大能的工作 将得救的人数 真是每周的加添给 整年做campus 帮助我们 借着 来到这个新的建筑 求着你一路上 在最适合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进去 可以在那里展开 非常美好福音的工作 求着你在财政上 在人力上 大大的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 也感动弟兄姊妹 在你所赐给我们 各种福气当中 特别在我们财政上 你过往真的非常信实地 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 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让我们懂得 如何回应你的爱 懂得透过我们的奉献 参与你一个的服侍 经历到圣灵的大能 我们这样祈祷 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Amen